噗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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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噗噗噗 哈喽大家好我是林果尔 这是我们当地烧场的一个发电机 看这些外壳都已经被使得凿成这样了 我是第一次修这样的大型发电机 不知道能不能修好 我也好想拥有一个这么大的发电机 如果我能修好的话 我就给它买下了 接下来我就看看有哪些问题 看这个水箱已经没有了 还有这个水箱的连接处 已经被石头造成这样 生这么厚的锈了 这个温控器还在 看这个小的发电机嘛 搬运的过程中不小心重大的已经重坏了 原本是好的 还有这个发电机部分的接线盒已经没有了 还得重新弄一个 现在从外边来看这个发电机就是这些问题 接下来我就开始拆了 这个好久没用了 它已经进水生锈了 看这个缸里面那么多水 难怪拌不动了 哇 好多 这个钢盖已经漏水了 生这么厚的锈了 说明这个已经漏气了 这个需要研磨一下 然后再加热 加热 加热 鸡 加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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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先兑好尺 因为我不会 我必须要先兑好尺 我才敢拆 我才 我才敢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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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我才敢拆 我才敢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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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机器 我才敢拆� 我才拆 我拆的机器